之前发的打假苏州平潭声声慢那个视频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两天很多平潭茶楼的老板都私信我 让我把那个视频删掉 说影响他们骗钱 哦不影响他们赚钱 很多游客看了我的视频之后都去退票了 很多是网购票的嘛都可以退 还有两个东北的游客那是真厉害 他们听完之后评论的张票 还去问老板退一赔三并且退到钱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这是欺骗消费者 票上明明写着 你不论他38元一张还是68元 他都写的是苏州平潭 结果跑进去听了一个声声慢 一个花好乐圆 两个都是用苏州话翻唱的流行歌 和平潭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不是虚假宣传吗 欺骗消费者啊 茶楼老板没有办法理亏 因为这就是事实啊 没办法退给这对东北夫妻三倍的钱 然后现在这些老板都来找我了 威胁也好沟通也好 说是一定要让我把视频删掉 我把态度放在这里 视频我是肯定不会删 坚决不删 也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帮我多点点赞 转发转发 现在这个时代要说真话是真的很难 我说真话有错吗 我觉得现在这些景区也好 平潭茶楼的老板 你们真的是要摸着良心做事 你们知道全国各地的朋友 粉丝要来一趟苏州是多不容易 可能很多朋友一辈子来苏州 也就那么几次来听苏州平潭 结果花高价钱听了个假平潭 人家不知道还好 万一事后知道了 这不是一辈子的遗憾吗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的关键 是你们要诚信经营 而不是我删视频 你们如果要靠这些赚钱的 就应该在点唱的本子上 或者是门票上写清楚 这个是苏州话翻唱的流行歌 声声慢或者花好月圆 旁边再标个价格 这样游客过来看到了 是在知情情况下 人家要点 那这个消费是合情合理 演员唱的好也应该鼓掌 而不能做出误导消费者 甚至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你上面写个苏州平潭 声声慢 其实老板你心里 应该是比我们都清楚 这个是不是平潭 最后我也希望 刷到这条视频的朋友 能在下面留言支持我一下 现在我也是真的压力蛮大的 但是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只要这个事情是对的 我就一定会坚持 把鱼们 不断口咱 我照得啊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